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今天天气特别不冷 我要跟你介绍一下 我们不算打球 今天是我一天打黑嘴 买嘴巴 所以一天有个老朋友 就骂过我 看你呀 他骂另外一个朋友 你呀 你男生的骨头很惨 那个朋友说怎么惨 你男生别拿黑嘴巴 听那个朋友就是什么意思 会一踹到后把你用刀碗 把你累死去 这个骂人骂得好腻手 所以我整天的连到脉嘴巴 是密集的下来 慢慢看你们周围的正度 而决定这个领导的一个方法 领导下哪个方向走 譬如刚才大家做得很好 这叫什么呢 空心正做 没有内容的 正是正得买好 所以说 饭也吃饱了 太子要饱后 这个人生就是为了温饱 又温暖 饭也饱了 那又不好 天堂还没有这样好 也不过这次 可是脑子里思想还有没有 有的 没有正下来 所以刚才下午讲到 佛说了八万四千法门 方法他要八万四千个 为什么那么多方法呢 都是对治法门 普修的名字叫对治 对症下药 什么毛病 给他吃什么呀 因为众生一念之间 有八万四千个烦恼 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这个人生一念 什么叫一念啊 我们鼻子一呼一吸 一来回 这个叫一念 这一念的这个时间里头 我们就到自己没有想啊 有八万四千个烦恼 直接不知道 假设你都看得清楚 这个人差不多了 怎么证明呢 譬如你在做笔记 譬如你写一封信 你写的手下写的 更不像脑子 脑子你要写一封给朋友的信 给爸爸妈妈的信 乃至写一封给朋友的情书 要想说的话一大得 哎呀 脑子已经想了好多过去了 手下不够写了 百八个字 就是说 那个乱动的烦恼思想太多了 所以不能得定 就能够写了 那里 感谢观看